大家好,我是来自UIUC的吴雪芹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字节跳动实习期间的工作 Text to Table, A New Way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这个工作是和张嘉诚博士以及李航博士合作完成的 发表在了今年的ACL上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是一大类任务 它的目的是从文本中自动化地抽取出特定的 用户感兴趣的信息 并且将这些信息用一个结构化的方式表示出来 一些典型的例子包括 比如秘密实体识别 是从文本中抽取出实体和实体的类别 比如这里的Luke Rollins, IAMI是实体 而Person, Organization等等是实体的类别 另一个任务,关系抽取,是从文本中抽取关系 具体来说,它抽取出来的是一个三元组 三元组包括一个头实体 比如这里的Aerolinius 一个尾实体 比如这里的Austral 和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比如这里的Subsidiaries 最后一个典型的任务是事件抽取 这个任务需要从文本中抽取出 发生了的事件和事件的一些参数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这里发生了一个Conflict或者Attack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所对应的一些参数 包括Attacker, Target, Instrument等等 那么这些参数也需要从文本中提取出来 比如在这里的Attacker参数 就是The Terrorists 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一些典型的信息抽取的任务 那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提出了Text to Table 作为一个新的信息抽取任务 在这个任务里 给定一个文本作为输入 需要输出的是一个或者多个表格 来总结文本的主要内容 和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的信息抽取任务相比 我们的任务有两个主要特征 首先Text to Table既可以在句子级别 也可以在文档级别执行 而相比之下 刚才提到的一些信息抽取的经典任务 通常集中于短文本 也有一些文档级别信息抽取的工作 但他们抽取的通常也是实体 关系和事件 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结构 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需要抽取的是表格 它需要整理和概括整篇文档的信息 所以结构相对而言也比较复杂 另一个特点是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的schema 比如每个表格包含几行几列 它的表头标题分别是什么 这些信息是不用显示定义的 它被影视的包含在训练数据里 并且可以用模型自行学习 而相比之下 刚才提到的这些信息抽取的任务 比如命名尸体识别当中的尸体类别 关系抽取当中的关系类别 以及事件抽取当中的事件类别 以及每个事件包含哪些类别的参数 这些都是需要提前手工的显示的定义好的 我们的任务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应用场景的 比如Text to Table生成的表格 可以作为一种文本摘要 以及Text to Table生成的表格中的信息 比如每个运动员得了多少分 这些信息可以辅助一些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和我们的任务相关的一个已有任务是Data to Text 在这个任务里 给第一个输入的结构化数据 比如表格 需要生成一个文本来描述这个表格 Text to Table可以看作这个任务的一个反向任务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用已有的Data to Text数据集来训练和评估我们的模型 在介绍我们的工作细节之前 先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 首先我们将Text to Table这个任务 形式化为了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问题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将表格表示成了Token序列 而表格的结构信息也被影视的包含在了这个Poken序列里面 然后我们用一个常规的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 从文本序列输入生成这个表格的序列化表示 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Text to Table这个任务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法 Table Constraint和Table Relation Embedding 来改进基础的Sequence to Sequence的模型 接着我们在四个数据集上执行了大量的实验 从而来验证我们方法的效果 下面介绍一些跟我们工作相关的已有工作 主要是在信息抽取领域的一些工作 首先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信息抽取任务上 常用的解决方案 对于命名实体识别 最常用的方案是将这个任务形式化为一个序列标注的任务 也就是对序列中的每一个Token赋予一个标签 进行一个分类 比如在这个BIO Tagging的例子里 李世民这个单词是一个Person类别的Entity 那么对于李这个Token 它是李世民这个实体的第一个Token 所以它的标签是B 也就是Beginning 对于是和名这两个Token 它们是李世民这个实体内部的Token 所以它们对应的标签就是I Inside就是在实体的内部 而驾崩这两个Token 它们不在任何实体里面 所以它们对应的标签是O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任务就变成了 对于序列中的每一个Token 进行一个多类别的分类 那么总共的类别数 就是实体类别数乘2 再加1 也就是每个实体类别 有一个B标签 一个I标签 然后还另外有一个O标签 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别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用BERT模型 来处理这个任务 或者也可以在BERT后面 再加上一个条件随机场模型 来提升它的性能 在关系抽取任务上 常见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Pipeline的方法 也就是把关系抽取这个任务 分解成两个子任务 然后再用两个不同的模型 分别处理 这两个子任务 其中第一个就是 刚才提到的命名实体识别 第二个是关系分类 也就是基于已经抽取出来的实体 对于每一对实体 去分类这两个实体之间 存在什么关系 另一大类方法 是end-to-end的方法 也就是用一个模型 来执行这两个子任务 在这里先介绍一个 基于Pipeline的方法 这是去年NACO的一个工作 在这里 它有两个基于BERT的模型 分别预测实体和关系 那么在第一步 也就是实体预测这一步 对于输入的句子 它每举其中所有可能的span 然后对于每一个span 进行一个分类 预测它是一个什么实体 那么在这里span指的 就是连续的一系列的token 比如Mopa Parser Text-to-Speech 等等 那么在第二步 也就是关系预测的这一步 基于已经抽取出来的这些实体 对于每一对实体 它在输入中 用special token 把这两个实体标注出来 比如在这里的第一个例子里 这里的头实体是Mopa 它是用SMD 这个special token标注出来的 它的尾实体是Parser 这里是用OMD 这个special token标注出来的 通过这种方式 在输入的序列当中 就已经包含了 我们想要预测的实体 是哪两个实体 这个信息 接着这个方法 用BERT 对于这个输入序列 进行编码 然后将special token的 embeddings 提取出来 基于这个embeddings 进行一个分类 来决定 这两个实体之间 存在什么关系 可以看到 这个方法的计算量 是非常大的 因为如果一个句子 包含非常多的实体 那么它实体的 两两组合就非常多 而且每一对组合 都需要用BERT进行重新一次编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提出了一个batch computation 也就是对于一个句子中的所有实体 它可以用一个batch的计算 来预测 每两个实体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那这里的具体细节就不展开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原文 接着再介绍一个end-to-end的工作 对于一个给定的序列 它首先用BERT 对于这个序列进行编码 接着它也是每举所有可能的span 然后对于每个span 它要经过一个span分类器 来决定这个span是否是一个实体 接着对于已经抽取出来的实体 对每一对实体 它会将这个embeddings 再经过一个关系分类器 来分类这两个实体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这个方法之所以称为end-to-end的方法 是因为它用同一个BERT模型 来提取出embeddings 而这个embeddings既用于提取实体 也用于提取关系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 执行第二步 也就是关系抽取这一步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在第一步里 实体抽取这一步的一些信息 从而可以帮助第二步的关系抽取 那么这个方法是end-to-end的方法中 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模型 比如基于土神经网络的模型 在这里也不多加介绍 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任务 是事件抽取 事件抽取的state-of-the-art方法 通常也基于BERT 而且通常会将模型 在一些其他任务上 比如命名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 在这些其他任务上一起训练 从而利用一些任务之间 共通的一些知识 比如这里的一个方法 它的核心想法在于 不同任务的输出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 比如对于一个injure事件 它的victim参数 这个实体就更有可能是person类别 而不是organization类别 那么这片工作就是想要利用这样的一种全局的信息 来帮助每一个局部的预测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 他们首先用不同的模型识别出实体和事件本身 然后他们用beam search来得到一个最终的全局上最优的结果 包括每个实体属于什么类别 实体之间是什么关系 以及每个事件有哪些参数等等 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都不涉及任何sequence to sequence 但是一个最近的趋势是将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应用于信息抽取任务上 一个例子是去年iClear的这个工作 它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基于文本输入进行一个结构化的预测 在这个框架里 这个模型的输入是一个纯文本的输出 而它生成的是一个用结构增强了的文本表示 比如在第一行的这个例子里 Token是一个person类别的实体 The Lord of Rings是一个book类别的实体 这两个实体之间有一个author关系 那么在这个输出的句子里 这个实体信息和关系信息都被包含在了这个文本表示中 所以通过生成这样的一个句子 就可以执行信息抽取的任务 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 他们在很多通过这样的模型 他们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信息抽取任务上 获得了很好的性能 和各个任务上各自的state of the art方法是相当的 甚至更好的 另外他们也获得了显著更好的fue shot的性能 那么我们的工作和这片工作的思路是类似的 都是用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来进行信息的抽取 不过我们将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 应用于我们提出的新任务上 想要抽取的信息类别是不一样的 最后介绍两个信息抽取领域内 跟我们的motivation有一定关联的两个小方向 第一个是openIE 也就是开放预信息抽取 这个任务想要从文本中抽取出关系元组 但是这个抽取是纯粹基于文本的 不需要任何预定义的schema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抽取出来的第一个元组 mercury filling particularly prevalent in the USA 这里的头实体mercury filling和尾实体in the USA 都是存在于原文中的 这个和常规的关系抽取是一致的 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particularly prevalent 这个关系类别也是从文本中抽取的 这就意味着这个任务不需要一些预定 这就意味着这个任务不需要预定好的关系类别 而是直接从文本中抽取实体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另一个方向是文本级别的信息抽取 一些例子包括比如文本级别的命名实体识别 这样的工作通常是想要利用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来提升命名实体识别的性能 另一个例子是文档级别的关系抽取 这些工作通常是基于19年提出的这个新任务 这个任务的一些特别之处包括 需要识别跨句子的实体共识 以及需要结合多个句子里的信息来抽取一些关系元素 那么OpenIE和文档级别的信息抽取 都与我们这个工作的motivation有一定的相关 不过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它们不同 重点主要在于抽取出表格这种结构信息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工作中使用的方法 首先介绍一下一般的表格结构 在这个表格中它有三行和三列 这个表格具体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行标题 也就是每一行的第一列 它代表了每一行的主要内容 一个部分是列标题 它是每一列的第一行 代表了每一列的主要内容 以及其他非标题的单元格 这一部分通常是表格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例子里 这个表格既包含行标题 也包含列标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表格都既有行标题 也有列标题 比如在这另一个例子里 这个表格只有行标题 没有列标题 这个表格本身只有两列 第一列是行标题 第二列是非标题的单元格 也有另外的一些表格 只有列标题 没有行标题 在这里不加举例 虽然这些表格之间的结构 有一定的差异 但我们用一套统一的方法 来处理它们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想要将Text to Table任务 转换为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问题 并且用Sequence to Sequence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问题 Sequence to Sequence 它以一个序列作为输入 并且生成一个序列作为输出 一些典型的任务 包括机器翻译 文档摘要等等 现在Sequence to Sequence的 State of the Art方法 通常使用Transformer的 编码器解码器模型 编码器解码器模型 一般包含一个编码器和一个解码器 编码器用于处理序列化的输入 将它们编码为特征 而解码器基于这个特征 自回归的也就是一个token一个token的 生成一个序列化的输出 现在State of the Art方法 通常编码器和解码器都采用Transformer架构 并且会使用一些预训练模型 比如Bot T5等等 来提升性能 在我们的任务中 为了将它转化成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任务 因为这个任务的输入已经是一个文本序列 那么我们需要将输出的表格也用一个序列来表示 具体来说我们已经有一个表格 而表格中的每个单元格已经是一个文本序列 我们通过引入一些Special Token的方式 将整个表格只用一个序列来表示 首先我们引入一个Separation Token 在每一行的每两个单元格之中 我们插入一个Separation Token 这样每一行就能够用一个Token序列来表示 接着我们引入一个New Line Token 在每两行之间我们插入一个New Line Token 这样整个表格都可以用这个Token序列来表示 在这个序列里 表格的结构信息已经通过Special Token的引入 引示的包含在这个序列里了 通过这样的表示方法 我们就可以用Sequence to Sequence的方法 来解决Text to Table的问题 它的输入是一个文本序列 输出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序列化表征 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之为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 但是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还是存在一些局限 具体来说这些局限是因为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 不了解这个表格的结构信息 虽然表格的结构信息被引示的包含在了序列表征中 但是它没有被显示的介绍给这个模型 模型不一定能够学到这样的结构信息 也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利用它 它导致了两个可能的问题 首先是深层的序列不一定能够表示一个格式正确的表格 其次深层序列中的结构信息也不一定能够被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理解和利用 这个例子是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错误输出 在这个例子里 第二行Rundo这一行比表头第一行少了一列 所以这个表格的格式是错误的 另外这个模型不能很好地把单元格和表头对齐 在文本中Points是7 Total Rebounds是8 在这里模型实际上捕捉到了这些信息 但是在输出的表格中 因为它没能把单元格和表头对齐 它生成的Personal Fault是7而Points是8 那么这个信息就出取错误了 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 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法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提出了Table Constraint Table Constraint就是在Sequence to Sequence的解码过程中 加入一些解码约束 从而保证输出的序列总是能够表示一个结构正确的表格 在这里结构正确主要指的就是每一行的列数是相等的 具体来说在生成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不施加解码的限制 生成结束之后我们统计第一行有多少列 而在生成后续的表格的时候 我们要求每一行只能包含同样的列数 更具体一点说 在我们这个例子中第一行包含五列 那么在生成下一行的时候 我们只允许在生成完五列之后 也就是生成出这个第六个Separation Token之后 我们才允许它生成换行符或者是生成end of sentence 来结束整个解码 那么在生成完五列之后 也就是生成完这个第六个Separation Token之后 我们也只允许它在生成换行符或者结束解码两者中选其一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保证每一行包含且只包含 跟第一行同样多的列数 从而也能够保证整个表格的格式是正确的 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方法 Table Relation Embedding 是用来让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能够使用表格的结构信息 我们注意到一个表格的主要信息 包含在它的非标题单元格里 而一个非标题单元格的含义 可以完全地由它的行标题、列标题和这个单元格本身的内容来决定 所以为了让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理解表格的结构信息 我们主要需要做的就是将非标题单元格 对应到它的行标题和列标题上 因此我们想要给模型提供的结构信息 就是单元格和单元格之间的关系 我们定义了两种关系 Column Header Relation和Role Header Relation Column Header Relation表示一个单元格是另一个单元格的Column Header 列标题也就是标头 Role Header Relation表示一个单元格是另一个单元格的行标题 也就是同一行的第一列的单元格 我们将这个结构信息引入到了模型的计算中 具体来说我们引入了一个Relation Vector 并将这个Relation Vector加入到了解码器的Self Attention计算中 在这里Relation Vector Rij表示Token i和Token j之间的关系 它们有三种取值Column Header Relation Column Header Relation或者没有任何关系 这三种取值也对应了Rij三种不同的取值 也就是三种可能的Embedding 而这里的Embedding也是模型的一个可学参数 有了这个Rij之后 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解码器的Self Attention计算中 具体来说我们既加入到了Attention的Key部分 也就是用来计算Token i和Token j之间的Attention权重 也加入到了Value部分 也就是用来影响Attention的最终输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i和j表示的是单个的Token 而不是单元格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这个Number of Team Assists 它应该会包含很多Token 比如一个可能是Number 一个是Off 那么11在这里和Number of TeamAssists 这里所有的Token之间都包含Column Header关系 在解码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得到这样的Relation Vector 才能够完成模型计算 但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的表格结构是不明确的 所以在生成过程中 对于一个已经生成了一半的一个序列 我们就需要将它解析成一个表格 然后通过这个已经解析出来的表格 在生成下一个Token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利用表格信息 来确定它和哪些Token之间 有Column Header关系 它和哪些Token之间有Role Header关系 从而可以把这个信息 用于模型的计算 最后介绍一下 我们的实验过程和结果 我们重用了四个已有的Table-to-Text数据集 分别是RouterWire E2E Wiki-Table-Text 和Wiki-Bio 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 具体来说 在RouterWire数据集中 输入是一篇体育报道 输出是两个表格 它们都既有行标题 也有列标题 分别表示不同队伍和不同球员的得分情况 在另外三个数据集里 表格结构都比较相似 是这样的两列表格 只有行标题 没有列标题 那么具体来说 在E2E数据集里 输入是一个短的餐馆评价 输出是一个两列表格 形容这个餐馆的属性 在Wiki-Table-Text里 输入是一个短文本 输出是一个来自Wikipedia的两列表格 在Wiki-Bio数据集里 输入是一篇Wiki-Pedia文章 它是专记领域的 也就是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主人公的 输出是一个两列的Wiki-Pedia的InfoBox表格 也是来形容这个主人公 这四个数据集的一些统计数据 显示在了这里 可以看到RotoWire是最小的一个数据集 它的训练集也只有3400个样例 而且这个数据集里的文本比较长 输出表格也比较复杂 比如球员这个表格平均下来 每个表格有7行 相近9列 所以这个数据集是最有挑战的一个数据集 另外三个数据集里 Wiki-Table-Text数据量较小 而Wiki-Bio的数据量非常大 另外E2E和Wiki-Table-Text的文本较短 Wiki-Bio的文本比较长 一般是一个段落 为了评估Text-Table系统的性能 我们使用F1这个指标来评估 具体来说我们评估两个方面 第一是有多少标题 行标题或者列标题 预测是正确的 第二是有多少非标题的单元格 预测是正确的 具体来说 在衡量非标题的单元格的时候 我们既会比较单元格本身的内容 也会比较标题的内容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预测出的第一个单元格 5这个单元格 它单元格本身的内容是正确的 但是它的标题是错误的 把Assist错误的预测成了Rebounds 所以5这个单元格是错误的 而在第二个单元格里 它的标题都是正确的 但是单元格的内容本身是有误的 从15错误的预测成了14 所以这两个单元格都是错误的 具体在计算F1的过程中 我们给定了一个Ground Truth的集合 和一个预测的集合 在这里这个集合可以指的是 行标题的集合 列标题的集合 或者是非标题单元格的集合 那么具体为了计算Precision和Record 我们要将Ground Truth的集合 和预测集合进行匹配 Precision的计算取决于 预测集合中有多少元素 能够和Ground Truth匹配上 Record的计算取决于Ground Truth集合中 有多少元素能够和预测 进行匹配上 那么为了执行这个匹配 我们需要有一个 字符串的相似度指标 那么具体而言 我们既使用了精确匹配 也使用了模糊匹配 比如CHRF和Bird Score 除了FE以外 我们也汇报了Error Rate 也就是有多少输出序列 不能够表示一个格式正确的表格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第一个序列表示的表格格式是错误的 而第二个表格格式就是正确的 为了评估我们的方法的性能 我们要将它和一些Baseline 进行比较 具体而言 我们想要和一些经典的 信息抽取的方法 比如命名实体识别 关系抽取来进行比较 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完全的 应用于我们的每个数据集上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数据集上 使用了不同的Baseline 具体而言 在Rotovar这个数据集上 我们使用了关系抽取的Baseline 关系抽取的执行 像这个图所示 我们把队伍的名称 和球员的名称 作为关系的Subject 把队伍和球员的得分数值 作为关系的Object 然后得分的类别 作为关系的Predicate 那么关系抽取的执行 就像右图这样所示 具体的结果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分别汇报了 行标题、列标题和非标题 单元格 基于精准匹配CHRF 和BertScore的F1结果 可以看到我们实现了两个关系抽取的Baseline 一个句子级别的关系抽取 一个文档级别的关系抽取 在这里 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 已经能够显著的超过两个关系抽取的Baseline 而我们的方法 在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提升了性能 在另外三个数据集上 我们使用秘密实体识别的Baseline 具体而言 对于这样的一个两列表格 我们把非标题 单元格的内容 作为实体 把行标题的内容 作为实体类别 具体实验结果在这里 这里我们汇报了行标题 和非标题单元格的F1结果 可以看到 不管是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 还是我们的方法 都能够显著的超过 秘密实体识别的Baseline 但是我们的方法 相对于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 带来的提升并不明显 最后我们进行了Ablation Study 首先可以看这个表格的下半部分 在这半部分 我们研究了Table Constraint 和Table Relation Embedding 这两个方法对性能的影响 可以看到在Rotor War数据集上 这两个方法都显著的提升了性能 在另外三个数据集上 这两个方法对性能的提升并不显著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方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能够更好地处理表格的结构信息 但是在另外三个数据集上 表格的结构都比较简单 就是两列的只有行标题的表格 所以这两个方法 带来的提升都不明显 接着我们可以比较表格的上半部分 和表格的下半部分 在这里我们比较了预训练语言模型BART 对于性能的影响 可以看到在所有的数据集上 尤其是Rotor War和WikiTable Text 这两个比较小的数据集上 BART带来的提升非常显著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任务中存在的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文本多样性 也就是表格中存在的内容 在文本中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Rotor War数据集里 队伍的名称 经常也会用它的城市的名称来指代 比如在这里 Trial Blazers这个队伍 在文本中也会用Portland这个城市来指代 而Raptors这个队伍 在文本中也会用它的城市Toronto来指代 那么这个挑战对于关系抽取Baseline 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关系抽取Baseline 会从局部抽取出一个实体 而不会去根据全局 进行这样的实体指代解析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它抽取出来的圆祖就是Portland 它的Percentage of 3 Points是33 Poronto的Percentage of 3 Points是18 那么如果把它转换成表格的话 表头的信息就是错误的 正确的信息是队伍名 而这里它提取出来的是城市名 而我们的方法其实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挑战 因为在训练级里 已经出现过比较多的这样用城市名 来指代队伍名称这样的指代模式 所以我们的方法其实能够输出队伍名称 和它对应的信息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它的输出就是正确的 第二个挑战是文本冗余性 尤其是对于RotoWire和WikiBio这两个数据集 它的输入文本比较长 包含的信息也比输出表格要多很多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Brown Truth表格包含的信息 只有文本中高量的这些部分 而文本中的其他部分的信息 基本都是冗余的 是输出中不需要的 所以这就要求模型进行一种 某种意义上的文本摘要 也就是只提取出重要的信息 而不提取那些不重要的信息 这里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 模型忽略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而输出了一些相对而言 没有那么重要的信息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Brown Truth包含的一个信息是职业信息 就是这个人他是记者和历史学家 但是这个信息没有被模型输出出来 而模型输出了另一个信息 他的国籍信息 他是一个英国人 但这个信息相对而言 可能会被衡量为没有那么重要 第三个挑战是大的表格 在RotoWire数据集里 尤其是对于运动员这个表格 很多表格是非常大的 他平均而言就每个表格有八行 和接近九列 最大的表格有十几行十几列 那么在这里显示了一个曲线 是最终的F1关于表格的列数的曲线 那么表格的列数非常低的时候 比如两列三列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工查看了一下 发现数据非常有噪声 表格中信息标注错误的比例很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性能是最差的 而在列数大于等于四之后 随着列数的上升 F1基本就处于一个一直在下降的状态 可以看到表格越大 对于模型带来的困难越大 性能也会有一定的下降 第四个挑战是背景知识 在一些例子里 尤其是在Wikitable Text和Wikiball 这两个Wikipedia领域的数据集里 它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 才能够抽取出对应的表格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Merry Sassin这个地方是法国的一个选区 但是在文本中是没有提到选区这个知识的 他只提到了Agnath这个人 他被选举出来来代表Merry Sassin这个地方 所以要提取出选区这个行标题 需要一定的比如政治方面的背景知识 而我们的模型其实就直接忽略了这个信息 他也没能正确的提取出选区这个信息 最后一个挑战是推理 在一些情况下 表格的抽取需要基于文本进行一定的推理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 文本提到Phoenix Sons这个队伍 他开局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劣势 他在第一个quarter结束的时候 以39比23这个比分落后 那么从这个部分可以推理出Phoenix Sons 这个队伍的分数是23 那么另外联系前文 前文提到Phoenix Sons 在和Houston Rockets这个队伍进行比赛 所以Rockets他们的比分是39 因此39和23这两个单元格的信息抽取 需要基于文本进行一些推理 才能够抽取成功 而我们的模型在这里的抽取是不成功的 虽然他预测出了Rockets的分数是39 但Sons的分数也被预测成了39 说明这里模型没有理解这句话的语义 也没有能够基于文本进行正确的推理 以上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内容 总结一下我们的贡献大概有三点 首先我们提出了Text to Table这个新任务 作为一个信息抽取的新任务 并且使用了四个数据集来进行我们的实验 其次我们把Text to Table这个任务 形式化为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问题 并且用常规的Sequence to Sequence方法 也就是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 来处理这个任务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另外提出了两个方法 Table Constraint和Table Relation Embedding 来进一步提升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 对于表格结构的理解和生成 最后我们在四个数据集上执行了大量的实验 来确认我们的方法的优势 它既优于一些传统的信息抽取的方法 比如命名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 也优于Vanilla Sequence to Sequence的方法 我们把我们的代码和数据都开源在了GitHub上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也就是我们GitHub的链接 来查看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订阅一下 请按订阅一下 和内容 使用我们在ル到指数 订阅一下 请按计划 按讯划 按讯划 等下